全台各地有不少赏音的热点 如果不想要人挤人 在三重区的维德里的樱花步道 是社区民众就近赏音的好去处 目前陆续绽放当中 预估2月中旬就会完全盛开 今年的天气不够寒冷 所以维德里樱花步道上的樱花 还没有完全盛开 虽然樱花开的数量并不多 但人吸引不上民众前来赏花 民众都有来欣赏 这个步道公园 已经21年了 这个季节樱花 2月底作为前面 都会前面开欣赏 可以民众有机会来 我们维德里这个步道 七月营 三樱花 八重樱都会开 请民众来我们维德里欣赏樱花 维德里的樱花步道上 不只有樱花可以欣赏 还种植了古坑咖啡豆以及荆棘凳 民众除了可以近距离观察 里长也开放自由摘取 咖啡豆已经种了差不多12年了 这苦坑的咖啡 民众看到 很喜欢 喜欢拔 都给它欣赏 拔回去 目前步道上的樱花 开始慢慢绽放 里长预估在2月中旬时 民众能有机会一睹 樱花盛开的风采 记者沈志勇将巧威三重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判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